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冰箱也一直开 之后会到现场再次勘察 打开冰箱拿冷饮再开起冷气享受凉风 还没入秋时在家想方法消暑 不过收到电费账单后恐怕笑不出来 有网友就秀出账单8月和10月电费纷纷飙破13000 忍不住大土苦水 直言2020年同期也才6000多元 水电师傅来检查都正常 台电也说电表没问题 想破头也不知道为何电费翻倍 我家电费一个月都两三万 我有打电话去台电查他也说没问题 可是我们就是比一般人都高 电费应该两三百块吧 因为薪水没有涨然后物价一直在涨 电费暴涨民众都好有感 不过台电表示检查过后电表都OK 家用电飙高 主因可能是夏天加上疫情爆发 不少人宅在家 冷气不停运转 冰箱一直开开关关 建议换成坚能标张家电 另外电热水壶 也可改成烧开水的模式 专家更交战小配搏 建议大家每两到三周就要洗一次滤网 这样子可以省下大约7%的电 检查一下冰箱的四周 适适保有足够的空间 让它的散热能够正常散热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了 暖气使用量大增 恐怕还是要多注意省电 才不会伤了荷包 而主记总处就在昨天发布 10月份消费者物价总指数年增率达到2.58% 其中蔬菜类像是葱 一台金48元涨到130多元 水果类像是莲污 还有世家整体也涨了三成 站在出口摊前掏住零钱 精打细算不断来回比价 因为物价上涨婆妈们都很有感 每个菜都很高 跟以往比贵三成 开销就变大了 蔥啊什么的 起码涨了三分之一 以前已经差不多二三十块钱 现在你看涨了多少 涨了三两三倍 采满被料大喊吃不搜 毕竟看看这些料理必备食材 轻松来说就从一台金48元涨到130多元 突破一个铜板价 这连提贵的蒜也贵了大约70元 蒙利长生持续响起 冬蒜它已经涨很久了 冬的话从350到200块左右 生长时间比较长 而且蒜苗现在温度不够冷 它也涨不太出来 原物料上涨加上气候变化 冲击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摊开初期总组统计 年增率高达2.58% 以连三个月超过2%的通膨紧见线 以实物来说涨幅直逼4% 而其中肉蛋各涨5.43%和4.95% 蔬菜和水果也冲破16% 包含莲物等整体涨三成 八热 因为是天气的关系 所以八热比较贵一点 四家也贵 大概多个30%到40%左右 因为说真的都已经双心了 还觉得很吃力了就很累了 物价持续飙涨 压不住 冲击三三支出 家庭开销负担大 和暴击速紧缩 近期最有感 记者观资也终于台北送不到 游说